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随后在鬼楼的雪地里 发现一具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 所谓鬼楼其实就是一栋烂尾楼 内部人员复杂 买房被坑的住户 流浪乞丐或者精神不正常的人 全部住在这里 排查难度比较大 种种细节均说 鬼楼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是抛尸地点 经过调查警方确定死者叫黄叔 17岁省一校舞蹈班学生 然后警方又陆续梳理出以下四条重要线索 线索一反一尸检尸体 胃里有农药残留 但是含量很低不足以致死 可能是假农药 黄叔真正的死因是恶景之息 死亡时间在发现尸体的76小时之前 更重要的是黄叔生前曾被性侵过 但是阴道提取物并没有发现经验 可能是性侵者没有在阴道内射精 或者是性侵者有性功能障碍 亦或是尸体长时间暴露 经斑被大雪覆盖冲淡 虽然警方在黄叔的体外发现金叶残留 但是金叶的量特别少 当年的技术无法检测对比 提取到的含量DNA 线索二诡异的伤痕 黄叔的尸体有很多诡异的伤痕 首先是双侧手腕的肋痕 以及遍布全身的多处伤痕 其次尸体右侧肩膀处有一个圆形穿透伤 伤口处检测出三种血液样本 分别是死者黄叔的血身份不明的男性血液 以及猪血 后来警方又在现场找到杀猪时常用的铁钩 铁钩表面同样有上述三种血液 再加上尸体方向大面积的擦伤 于是警方推测 有一位男性嫌疑人用铁钩 拖着黄叔的尸体来到鬼楼 此人很可 能是凶手擦伤的细节 说明黄叔被拖拽时已经死亡 最后尸体腹部有一个刻在皮肤的诡异伤痕 酷似火炬 警方没有任何头绪 线索三 死者资料六岁时 黄叔的父母离婚 父亲离开母亲汪如没有再婚 后来接触邪教的汪如 由于各种异常举动 被很多人当成精神病 直到被邪教拐跑 自此音讯全无 而黄叔开始跟着舅舅汪海涛生活 可惜这个舅舅汪海涛也不是什么好人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没少进局子 可以说黄叔一生都没有感受过太多 家庭的温暖 通过防队得知黄叔的死讯以后 舅舅汪海涛看起来非常悲痛 黄叔就读的沈一孝是寄宿之 平时很少回家 所以汪海涛声称自己不知道黄叔失踪 更不知道黄叔被人猥亵的杀害 但是种种细节均说明 汪海涛没有说出全部实情 线索4通话记录 虽然没有找到黄叔的手机 但是黄叔的通话记录 依然是重要的线索 法医推测黄叔死于2月12号 奇怪的是 黄叔的手机在13号还打出去过一个电话 而且这个尾号7461的机主 近期曾和黄叔多次联系 更重要的是死亡之前 黄叔的手机曾连续4天只有打入 没有播出 结合双侧手腕的勒痕 踢掉的多处伤痕 以及黄叔被性侵过的遭遇 红队大胆推测 黄叔生前很可能曾长时间被人囚禁 和猥亵因为案件发生于 实名制尚不完善的2003年 所以警方只能确定 尾号7461的手机肯定和嫌疑人英鹏有关 但是无法确定这个号码到底是不是英鹏本人使用 英鹏是一个做家具生意的老板 而且和黄叔舅舅汪海涛有直接联系 英鹏有时候会给汪海涛分一些运输家具的工作 要想多拿活 汪海涛得经常讨好英鹏及其手下 黄叔为什么会有一次英鹏的号码 面对警方的犀利询问 汪海涛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身为舞蹈生的黄叔 平时会在夜场跳舞挣生活费 前不久汪海涛开车接黄叔从夜场回家 先临时接到英鹏打的电话说是有激活 见面以后 英鹏意外看到汪海涛身后的黄叔 随后便试图通过汪海涛认识黄叔 家具成大老板 想要认识一个年轻漂亮的舞蹈生 背后一图可想而知 虽然汪海涛口口声声说 他没有答应英鹏的请求 但是冯队认为汪海涛不可信 确定英鹏的嫌疑以后 警方迅速来到英鹏公司 除去一些常规物品 英鹏办公室里最特别的东西 肯定是那条密封缸里的蛇 面对警方调查 英鹏的司机兼保镖老拐声称 那个尾号7461的号码是他在用 黄叔屡次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是想通过舅舅汪海涛的关系 向英鹏老板借钱 然后被老拐多次拒绝 虽然英鹏和老拐的种种说辞都有嫌疑 但重点是黄叔被杀的2月12号 远在广州出差的英鹏和老拐 又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警方只能继续调查 试着撕开笼罩真相的迷雾 回到剧情 针对英鹏的种种疑点 警方调查发现 英鹏会经常找小姐和女学生 而且有性虐待的习惯 事后花 前锋口同时用录像带 威胁那些女性 嫌疑非常大 与此同时 警方针对尸体发现的调查 也有重大突破 伴随血的融化 现场残留的隐藏痕迹逐渐显现 警方继续还原抛尸者的轨迹 因为抛尸者大概率有交通工具 所以鬼楼周围路口的监控 一直是调查的重点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全面排查 警方终于在监控里 找到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而且在抛尸当晚 这辆面包车的司机 恰好因为酒驾被交管部门拘留 车主名叫魏志鸿 他在农贸市场有两个档口 一个卖零食 一个卖猪肉 不过酒驾的司机不是魏志鸿 而是他雇佣的员工秦天 平时会开着那辆面包车拉货送货 而秦天的弟弟秦李 恰好和死者皇叔做过同学 国外秦天的父亲秦大志是震惊 全国的抢劫杀人犯 如今已经被枪毙 当然秦大志的罪行和儿子 秦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警方对于秦天的怀疑 主要来自于实际的证据 比如行迹可疑的车辆 比如秦李和黄叔的关系 然而 警方根据监控赶到交管部门时 接受过处罚教育的秦天 已经被释放 等到警方迅速找到魏志鸿时 那辆有可能残留黄叔DNA的面包车 已经被秦天开走 根据魏志鸿的描述 警方得知 农贸市场附近 有一个魏志鸿存放零食的砖头房 最近几年零食和砖头房 都是秦天负责 魏志鸿很少去 魏志鸿经常看到秦天的弟弟秦李 带着一个女孩进入砖头房里 魏志鸿的描述说 名这个女孩就是黄叔 砖头房或许是秦李黄叔的秘密基地 虽然具体的前因后果尚不确定 但是秦天试图销毁证据 然后逃跑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警方决定实施抓捕的契机是 警方发现秦天逃跑前 还想给弟弟秦李留一笔钱 虽然兄弟两人没有直接见面 但警方还是根据蛛丝马迹 成功锁定秦天的踪迹 经调查秦天留给秦帝的20万现金 正是他们的父亲秦大智当年抢劫 私藏的赃款 抓捕的过程不再详细讲述 最重要的是 袭警拒捕逃跑的秦天被冯队开枪击中 没有死也没有醒 自此成为一个职务人 这也就意味着 警方无法通过审讯解开案件的真相 不过根据DNA对比等诸多证据 警方依然能确定 黄叔案的抛尸者就是秦天 失地找到的贴身衣物铁钩 以及黄叔尸体伤口处 检测出的男性血液都属于秦天 砖头房里有黄叔的血迹 警方顺藤摸瓜 成功找到秦天焚烧的面包车 虽然证据比较充足 但是本案还有一个悲剧和三个一点 先说悲剧 抓捕秦天的过程中 警察小邓负责同步调查 同样可疑的鹰鹏 小邓意外发现 鹰鹏和老拐带着大量行李箱 似乎是要跑路 时间紧急 小邓一边通知冯队 一边坐出租车 跟踪鹰鹏的黑色奔驰 车牌号A94575 此后不久小邓就失去联络 四日清晨 警方在郊区一个荒废的果园里 发现小邓的尸体 而在小邓尸体的不远处 警方又找到秦天烧毁的面包车和短饼 铁锹附近被挖开的土坑 正是秦大志从前和秦天挖钱的地点 小邓跟踪的人 明明是一次开车逃跑的鹰鹏和老鬼 为什么最后出现在果园的嫌疑人 确实秦天 因为冯队在抓捕秦天的过程中 不幸负伤 连续加班的冯队非常疲惫 所以刚执行完扫黑任务的队长曹猛 立刻针对鹰鹏的问题展开调查 曹猛调查发现 A94575的黑色奔驰并不是鹰鹏的车 而是辆套牌车 鹰鹏的车还停在公司楼下 小萌已经核实过 鹰鹏和老鬼在广州出差 根据小邓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司机的描述 警方得知 小邓跟踪的那辆黑色奔驰 曾在一个收费站旁边爆胎 小邓还下车 帮助黑色奔驰的司机换备胎 收费站安装有监控 小邓的目的应该是确认车里的人 同时让监控拍到司机 查完那个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以后 曹某确定 黑色奔驰里的人并不是鹰鹏和老管 另一边稍作休息 就出院了冯队 立刻开始继续推进案件侦破 因为小邓是冯队最喜欢的后辈 工作积极 表现出色 所以面对小邓的牺牲 冯队是既自责又悲痛 毕竟同一小灯跟踪鹰鹏的人就是冯队 减轻悲痛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真凶 梳理至冯队开始尝试还原 黄叔失踪和擎天犯罪的过程 以下内容包含 公腾对于原著的个人分析和理解 如有不足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多多补充 2月6日黄叔失踪 疑似被人囚禁 比如被秦天囚禁在砖头房里 遭遇性侵猥亵 2月12日黄叔被杀 左手残疾的秦天 没有戴 手拖拽尸体的力量 于是便用猪肉档口的铁钩勾住尸体 方便发力 同时脱掉黄叔沉重的冬装减轻重量 此后 秦天的手不慎被铁钩挂破尸体伤口 铁钩以及黄叔贴身衣物上的血迹 正是由此而来 秦天原本的抛尸地点应该不是鬼楼 但是意外遇到鬼楼附近 插酒驾的交警以后 喝过酒的秦天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 暂时抛尸鬼楼再做打算 同时匆忙将铁钩和黄叔 沾血的贴身衣服扔掉 这就是尸体没穿衣服的原因 今天或许是想着鬼楼人烟稀少 可以等一等再来转移尸体 然而尸体很快就被群众发现 慌乱的今天也没有躲过插酒驾的交警 或许是担心汽车逃跑 反而会暴露车辆的嫌疑 所以秦天就配合交警 计划等自己释放以后 再去清理车内的痕迹 秦天其实是在独独警方 不会那么快就查到面包车的嫌疑 2月13日 有人用黄叔的手机 给伟号7461的号码 打过最后一通电话 记住疑似音棚的司机老管 失踪之前 黄叔曾和这个号码多次联系 而且警方没有找到黄叔的手机 2月15日 黄叔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2月23日 警察小邓发现 殷鹏和老拐 似乎想要逃跑 于是一路跟踪 结果却在郊区果园被人杀害 紧接着秦天被捕 秦天销毁的面包车 就在小邓的尸体附近 助理这次案件 看似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本案 很明显还存在 以下三个重要一点 1.1警方没有找到秦天 强奸黄叔的直接证据 比如今夜或金班通话记录说明 黄 叔有可能和殷鹏多次联系 殷鹏和黄叔的死 到底有没有联系 敌敌二黄叔被人扼压颈部 窒息死亡 但是黄叔并没有任何挣扎 反抗的痕迹 黄叔喝下的假农药 是有人故意投毒 还是黄叔试图服毒自杀 黄叔腹部用刀华克的诡异图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1.3杀害小邓的凶器没有找到 经过严格训练的小邓 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被人杀害 小邓跟踪殷鹏鹏和老拐 可是最后为什么看起来像是被 秦天杀害 如果秦天没有成为植物人 那么很多疑问都可以通过审讯 迎刃而解 然而秦天几乎没有苏醒的可能性 考虑到社会舆论压力 队长曹猛催着结案 于是警方根据现有证据 最终认定秦天就是奸杀黄叔 杀害小邓的真凶 故事的转折 要从10年后的2013年开始讲起 同样的寒冬同一个案发现场 同样的作案手法 警方接到一通匿名的报警电话 随后又一次在鬼楼 发现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 美景窒息手腕雷痕 遍体鳞伤性侵猥亵 甚至是完全相同的腹部刀刻图案 四者增厌的尸体特征 几乎和10年前的黄叔完全一致 警方当年抓获的凶手 秦天一直都是植物人 而且在三年前已经死亡 黄叔尸体腹部的诡异图案 没有几个人知道 相关的媒体报道也从未提到过 如此高度相似的作案手法 基本可以排除使模仿作案 杀害曾燕的凶手 必然和10年前的黄叔案存在 直接联系 或者说10年前奸杀黄叔的凶手 也许并不是秦天真 凶逍遥法外十年 如今又再次作案 彭队能想到的嫌疑人有三个 因彭老拐以及情理 然而十年前秦天落网后 因彭和老拐仿佛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虽然公司和车辆都还在 但是因彭的老婆孩子 也不知道因彭的去向 虽然冯队当年非常怀疑因彭 是畏罪潜逃 但是无从查起 再加上警方掌握的证据 全部都指向秦天 因彭没有明确嫌疑 所以结案以后 关于因彭的疑点也就不了了之 转眼已过十年 因彭的老婆孩子早就已经变卖家产 离开本市 如今更是无从查起 只见冯队长叹一口气 同时做出两个决定约见秦李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幕后的真凶 更重要的是 曾燕的案件 意味着冯队必须查清黄叔案 残留的疑点 至于秦李警方当年考虑过秦李的嫌疑 毕竟秦李和黄叔曾是同学 而且关系密切 经常一起出入砖头房 不过案发前后 因为食物中毒被送到诊所 抢救的行李 同样拥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警方当年就决定排除行李的嫌疑 往事历历在目 彭队拿出手机 看着一条三年前的短信 那是秦天不知身亡以后 秦李发来的短信 意思是秦天并不是凶手 彭队还记得曾经的秦李 是天才少年 小学跳两级中学 进入少年班 数学天赋尤其出色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 秦李可能会在十三四岁就进入 顶级大学 然后成为科研栋梁 然而那些年 秦李的爷爷父亲 以及哥哥接连死亡 随后秦李也因为一系列的意外变成 聋哑人耳朵几乎听不到声音 嗓子也几乎无法说话 只能发出一些极度撕裂的声音 这些年 秦李依然独自住在曾经的老房子 艰难生活 出去洗车这种常规工作 秦李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养蛇 或者说是养一些小众宠物 有买卖有带养 比如蛇蛙蜥蜴等 秦李就像是一条 折服于阴暗的毒蛇 等待那个致命一击的反击时刻 虽然不希望秦邸和曾燕的案件有关 但是愈发严谨的冯队 还是决定暗中监视 调查秦邸 紧接着 冯队主动来到秦邸居住的老小区 想要通过秦邸 获取关于皇叔的更多线索 同行的人 还有冯队的女儿冯雪娇 冯雪娇曾经是情侣最好的同学 情侣变成聋哑人也和冯雪娇有关 具体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剧情 只见吉尼破败的房间里 到处都是冷血的动物 冯队注意到 吉尼的左耳带着一个助听器 应该能听到一些声音 但是吉尼显然不想跟冯队 和冯雪娇沟通 尤其是听到皇叔的名字后 吉尼立刻起身 疯狂地把两个人推出门外 同时拼尽全力 用沉闷而又撕裂的嗓音 把两人赶走 镜头转向警方 针对殷鹏和老拐的调查 阶段十年以来 有个疑问一直在冯队心里发酵 那就是小邓给自己打电话时 明明说的是 殷鹏和老拐很可能要逃跑 小邓甚至还在收费站 和那辆黑色奔驰的司机 近距离接触过 但是曹某核实监控录像后 确定那辆黑色奔驰里的人 确实不是鹰鹏和老拐 同队不太相信小邓 会跟错人认错车 如果在收费站发现 车里的人不是鹰鹏和老拐 那么小邓为什么 还要继续跟踪 重新回顾这些疑点 冯队想到 当年看过收费站监控的人 就只有曹某 当年警局人手不足 鹰鹏又没有杀害黄叔的直接嫌疑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在跟进河时 擎天的证据 长期加班的冯队 在抓捕擎天时不幸受伤 再加上小邓牺牲引发的悲痛 所以极度疲惫的方队 当时没有怀疑过曹某 也没有确认过那段监控 只是后来经常想起小邓 总觉得这件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如今伴随调查的深入 彭队发现 曹某竟然真的和鹰鹏牢管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十年前正是曹某 亲手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带走 如果不是曾彦和黄叔的案件高度相似 警方重新开始调查 这些疑点很可能会伴随时间的流逝 被彻底遗忘 想到曹某有可能帮助凶手 逍遥法外十年 想到小邓的牺牲和起力的挣扎 再也无法控制 愤怒的冯队 决定用最直接最冒险的方式 去调查曹某 那就是直接用手铐 把曹某靠在办公室 不说出实情绝不可以离开办公室 冯队知道 此举是拿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 但是冯队更想要真相 听到曹某指责自己滥用职权的时候 冯队立刻嘶吼着回应 你他妈跟我说 滥用职权 除去愤怒 身为老刑警的冯队 肯定也掌握着实际的线索 要不然不会如此冲动 凭借出色的审问技巧 冯队终于从曹某口中 得知当年的一部分 真相原来当年曹某的母亲身患绝症 有种进口药可以续命 但是曹某买不到也买不起 后来英鹏帮曹某搞到这种药 一千两百一支 一天用一支 直到老人去世 英鹏从没有向曹某要过钱 十年前那辆黑色奔驰里的人 的确是逃跑的英鹏和老管 因为刚在外地执行完扫黑任务 所以曹某当时不清楚黄书案的情况 小邓出事之前 曹某突然接到英鹏的电话 说是自己要躲仇家追债 正开着一辆套牌车逃往城外 万一在哪里被拦住 一鹏希望曹某能帮忙摆平 同时隐瞒自己的踪迹 直到在交警大队 看到小邓和老管 出现在收费站的监控里 曹某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不过曾被贿赂的曹某 还是只能按照约定隐瞒监控的内容 而那辆黑色套牌奔驰 其实是银鹏的惯用套路 两辆一模一样的奔驰 正规上牌的车 平时开 做一些违法行为的时候 就开套牌车 紧接着小邓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曹某后悔不已 但是曹某知道的事情有限 鹰鹏和老管为什么要跑 打算往哪里跑 草荡和晴天 为什么出现在同一个 荒废果园 这些问题曹某都不知道 曹某只知道 既然那么多证据 都指向无法开口的植物人晴天 那么尽快结案对自己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阶段二成功查到警局内鬼曹某以后 冯队将调查重心 重新转向鹰鹏和老管 鹰鹏全家都已经离开本市 冯队决定从财产买卖入手 调查鹰鹏夫妇的房产交易记录 二手车交易记录 以及鹰鹏公司转手后的负责人 事实证明 冯队的调查思路完全正确 凭借各种蛛丝马迹 警方果然成功找到 鹰鹏和老管的踪迹 十年前鹰鹏偷偷逃到国外 暗中安排人经营国内的生意 然后洗钱打到自己的账户 而老管则在鹰鹏的安排下改名金虎 这些年都在深圳活动 然而正所谓本性难移 去年改名后的老管 因为一起故意伤人案 被深圳警方通缉 根据各种细节线索 鹏队发现老管很可能已经逃回本市 而且和曹某联系过 综合前后剧情我们得知 原来鹰鹏早就已经停止给老管打钱 吸毒成瘾 赌博成性的老管 走投无路返回本市 给曹某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威胁和勒索 凭借曹某这条重要线索 时隔十年 冯队终于把老管捉拿归案 更重要的是 冯队证实 老管才是当年杀害小邓的凶手 书里至此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 黄叔的死亡必然和鹰鹏有关 十年前担心罪行暴露的鹰鹏 才会突然决定逃走 更重要的是 通过审问老管 冯队得知 鹰鹏很有可能也已经返回本市 原因是 老管曾经把鹰鹏的一把枪藏在老家 除去老管 只有鹰鹏知道具体位置 这次回来 老管发现那把枪已经被人取走 于是便断定 鹰鹏同样已经返回本市 十年前的黄叔爱 重新进入警方的视线 经过调查 幕后真凶鹰鹏和老管 终于浮出水面 但是要想揭开全部真相 我们还需要走进受害者黄叔的世界 1999年的秋天 自幼在系校学习的黄叔 转入秦里的学校 画面里的三个同学 就是黄叔在六年级结识的最好的朋友 其实除去悬疑和案件生吞 这本书的另一半内容 都是几位主角在学生时代的生活 有情窦初开 有兄弟感情 有爱恨纠葛 有意外遭遇 有人性抉择 接下来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首先秦迪和王迪从小就一起长大 住在同一个小区 相较于理科天才秦迪 王迪更擅长文科 特别是写作 比如写作文 王迪和冯雪娇是同桌 冯雪娇喜欢王迪 但是王迪对于冯雪娇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黄叔的年龄 比同学们普遍大两到三岁 外貌也很漂亮 所以自从见到转学的黄叔后 情窦初开的王迪就开始各种暗恋黄叔 与此同时 两个女生 黄叔和冯雪娇 也在建立属于女孩子的情感 随之伴随时间的流逝 各怀心思的四位主角 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真正能够走进黄叔内心深处的人 只有秦里 秦里是跳级 黄叔是转校 秦里的父亲是杀人犯 黄叔的母亲是警方调查的邪教成员 秦里和黄叔都有残缺的家庭和 相似的苦恼 其他同学会因为相似的理由 嘲讽攻击他们 杀人犯跟精神病结婚楼 这就是黄叔和秦迪经常听到的嘲讽 每当秦迪和黄叔 因为父母被同学针对时 黄迪和冯雪娇会站出来听 他们解围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时间来到小生初的夏天 秦里凭借出色天赋 进入是重点育婴中学的少年班 少年班的天才会用两年时间 读完出高中六年的课程 然后就考大学 王迪和冯雪娇虽然同样考上育婴中学 但是普通班和少年班 根本不是一个事件 与此同时 从小学艺实在跟不上文化课的黄叔 决定前往省一校 不过黄叔秦里 王迪冯雪娇虽然分开 但是每到节假日 还是会聚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冯雪娇的父亲 正是警局负责调查 黄叔案的冯队 秦里的父亲秦大志 当年也是被冯队亲手抓获 秦大志被枪毙以后 冯雪娇还曾担心过 担心秦里会因此和自己产生隔阂 不过 秦里自由和父亲秦大志 就没有见过几面 而且秦里拥有正确的是非价值观 所以短暂的风波过后 秦里依然是好朋友同学交的 担心没有变成现实 秦里的烦恼来自于健康 而水不平衡的疾病困扰秦里多年 而且变得越来越重 以至于后来秦里已经无法正常写字 正常阅读因为写字和阅读会引发剧烈头痛 无法正常参加竞赛和集训的秦里 随后被迫退出象征天才的少年班 来到王迪所在的班级 性格原本就沉默那项的秦里 开始变得更加离群所居 甚至连王迪和冯雪娇都很难走近 秦里内心 初二的时候虽然病情有所好转 但是秦里依然坐在班级角落 从不听讲闷头看书 每逢考试理科试卷 秦里只会写最难的大题 有步骤只写答案 语文和英语也是只写作文 随意的文风根本不在意成绩 面对秦里这个堕落天才 老师即使有意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学校曾尝试劝退秦里 但是秦里毫不理会 每次大考都故意压着及格线做题 学校没有正当理由 自然就没办法劝退秦里 那时候真正能懂经理的人依然是黄叔 两人的关系一直在默默地逐渐升温 黄叔和经理一起在砖头房里补习功课 也是发生在这个阶段 王迪的烦恼来源于成绩 虽然很擅长文科 但是王迪的理科成绩非常一般 如果被孕音淘汰 或者考不上孕音的高中部 那么王迪不管去其他任何一所重点中学 都需要交一笔九千块的见效费 当年全市重点中学都有这个默认的规矩 对于家境普通的王迪而言 爷爷治病已经花光父母的积蓄 王迪不想让父母为难 好在事情还有转机 那就是参加全国的作文竞赛 因为王迪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非常欣赏王迪的写作才华 所以凭借班主任的推荐辅导 王迪通过重重考验 最终在全国作文比赛拿到一等奖 奖金三千报纸采访 那是王迪学生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凭借全国作文一等奖的加分奖励 王迪终于有希望顺利进入高中部 此外 看着关系越来越亲历的秦李和黄叔 王迪曾嫉妒过 也曾安慰自己 那只是姐姐关心弟弟的情感 毕竟黄叔和秦李相差好几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进入初中以后 王迪通过踢足球 结识一位家境很优渥的新朋友高磊 在高磊的家里 王迪第一次看到那些 只有大人才能看的蝶片 暗恋黄叔的王迪 也曾有过关于黄叔的类似想象 高磊加入后 原本的四人团体增加到五人 相较于王迪的犹豫不决 同样喜欢黄叔的高磊 很快就选择 直接表白 然后被黄叔委婉拒绝 冯雪娇的烦恼来源于感情 冯雪娇喜欢王迪 她也知道王迪一直喜欢黄叔 冯雪娇和黄叔又是很好的闺蜜 好在王迪始终没有公开地追求黄叔 要不然冯雪娇恐怕很难继续维持复杂的感情 最后黄叔的烦恼有很多很多 比如黄叔想要温馨的家庭 想要改善自己的文化课成绩 给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而不只是跳舞 黄叔还想帮助情理治疗疾病 同时还要应对很多追求和流氓的骚扰 故事的转折 要从初三上学期的一次秋游开始讲起 这个转折令人唏嘘 因为同学们都不想和性格孤 屁的情理住在同一个房间 所以班主任嘱咐王迪和情理同住 王迪毫不犹豫地答应 那是王迪和情理 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海 原本美好的旅行 却被一个同学突然打破 这个男孩子叫李扬 王迪和情理的同班同学 家境显赫曾经屡次欺负过情理 小时候情理被人欺负 王迪总会帮情理出头 而且还因此受到过学校的处分 初中的时候 王迪和情理的关系曾一度有些疏远 但是看到欺负情理的李扬 王迪还是立刻冲上去把李扬推翻 可紧接着 瘦弱的情理竟拼命地把王迪推出门外 繁琐屋门 然后独自和李扬扭打在一起 即使毫无优势 门外的王迪意识到 情理这是不想再牵连自己 这场风波再次将王迪和情理的关系重新拉近 会议结束剧情继续 本次秋游的酒店 是李扬的父亲帮学校安排的 空调热水 VCD全都有 秋游的最后一晚情理独自外出 高磊来到王迪房间聊天 没想到李扬突然闯进房间 说是找高磊要点好盘看看 李扬和同住的班长不熟 高磊的房间在老师旁边 于是李扬打算在王迪的房间里看好盘 王迪知道所谓的好盘是什么 当然不想让李扬在自己房间看 本来就看不惯李扬的王迪 眼看就要和李扬爆发激烈冲突 结果却被高磊强行拉走 原来高磊父亲的项目需要李扬的父亲 签字批条 所以高磊不想得罪李扬 此时的高磊和王迪都没有想到 这个选择会让自己后悔终生 等到王迪回到房间时 两位老师正拿着所谓的好盘 站在屋内 李扬等人跳窗逃跑 老师没有看清 于是便询问王迪这光盘是谁的 就在这时行李回到房间 直接无视老师 带着随身听 倒头就要睡另一边 因为不想出卖高了 所以王迪的回答 只有那一句不是我的 眼看问题短时间内查不清 于是 两位生气的老师决定回学校再处理 在校风严格校规严厉的育婴同学 这种危机行为的处理 大概率是直接开除 王迪肯定无法接受被开除 更何况犯错的人根本就不是他 现在的局势是 如果王迪供出李扬 那么李扬必然会把高磊兜出来 如果王迪没有说出真相 那么王迪和秦迪 很可能要被迫背这个黑锅 高磊和秦迪都是好朋友 夹在中间的王迪左右为难 而在球游结束以后 紧接着就是十一国庆假期 老师告诉王迪 这件事等假期结束再处理 高磊盘算着 实在不行就让父亲陪自己找校长坦白 高磊的父亲和校长关系不错 只要送典礼怎么着也不至于被开除 高磊和王迪本以为这个计划应该可行 但是一场意外 突然将王迪推向命运的十字路口 2002年10月5日的玉英中学 学校规定国庆期间 初三的班级需要轮流派人护校 说是护校其实就是走走流程 并没有实质性的工作 那天负责护校的冯雪娇恰逢生理期 可她被安排的岗位却是锅炉房 冯雪娇偷偷查看灯 发现自己原本的岗位是食堂 结果却被信来的方柳强行霸占走 闷热的锅炉房肯定没有食堂舒服 冯雪娇找方柳理论方柳死来着不换 冯雪娇气得直哭 随后又找到门卫士的阿姨求助 阿姨建议冯雪娇找个愿意换岗的男同学 商量商量 于是冯雪娇只能找到情理 井里的岗位是宿舍门卫士 得知冯雪娇的遭遇以后 井里二话不说 嘱咐冯雪娇躺在床上休息 然后便起身前往锅炉房 没想到由于锅炉房的新工人违规操作 再加上设备年久失修 此后不久 锅炉房竟然会发生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 这场爆炸 导致奇娜的诱饵听力完全丧失 左耳上存极其微弱的听力 这就是奇娜成为聋哑人的来龙去脉 更重要的是奇娜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学校把王迪叫到教务处 给王迪两个选择 只要王迪愿意作证 证明那张黄色光盘属于情敌 学校就承诺将王迪的全国作文一等奖 转成20分 直接加到最重要的内部升学考试成绩里 否则学校就会认定 这张光盘就是王迪的 王迪必须面对开除的处罚 如果王迪没办法证明 这张光盘是别人的 那么学校就认定是王迪的 其实学校威胁的态度已经很明显 而李扬又绝不可能承认是他看的 留给王迪考虑的时间不多 王迪不敢告诉父母 只能给高雷打电话 高雷恳求王迪选择保住自己 学校本来就想开除情敌 光盘只不过是学校找的借口 保情敌还是保高雷 当学校提出加分的条件 然后又拿着开除当作威胁以后 这两个选择对于王迪来说就不再单纯 电话里王迪和高雷都意识到 自己即将成为卑鄙战胜高尚的胆小鬼 如果拒绝学校的要求 王迪大概率就要被开除 那是他好像无法战胜的不公 原著里还有很多关于王迪父母的描写 家境普通整日劳累为钱发愁 期盼着儿子能学业有成 家庭的情况也是影响王迪的重要因素 在学校写那封捏造的证明时 王迪的大脑仿佛被抽空 直到后来王迪才意识到 学校的目的不只是趁机开除 秦迪那张光盘到底是谁的已经不再重要 学校逼迫 王迪签字的真正目的 正是逃避秦迪在学校被诈伤的责任 所以老师才特意要求王迪注明作证的时间 在秋游期间 如此一来 学校就可以证明 秦迪在国庆之前就被开除 爆炸发生时 秦迪已经不是育婴的学生 误入校园属于意外 学校就不用过多赔偿 面对育婴的无耻行径 秦迪的哥哥秦天也曾尝试状告学校 但最后只是拿到两万的精神损失费 与此同时 王迪科高磊已经无言面对井里 同样极度自责的人还有冯雪娇 毕竟原本要去锅炉房的人应该是他 秦里出院后 王迪和冯雪娇曾去探望过 都被秦天拦在门外 高磊让父亲给秦里送钱 秦天一分都没有收过 那时候 能够陪在秦里身边的人还是只有黄叔 王迪永远忘不掉 得知背后的真相以后 黄叔看向自己的眼神 秦里曾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的良心过得去吗 对于王迪的选择 很多读者的想法都是能理解 但是不能原谅 这种被人性和命运 裹挟其中的挣扎和悲剧 可能也是书名生吞的深层含义 成功将老拐抓捕归案以后 冯队立刻开始审问 陈锋十年的真相终于逐渐揭开 原来殷鹏第一次见到黄叔是在夜场 只看一眼 殷鹏就立刻安排老拐找黄叔要电话 但是黄叔没有搭理 没过多久 殷鹏意外发现 黄叔竟然是汪海涛的亲外生女 通常来说如果女孩不愿意 殷鹏最多找个两三次以后就会放弃 老怪从来没有见过殷鹏对哪个女孩死 钉不放黄叔很 明显是个例外 那段时间殷鹏经常联系汪海涛 许诺各种好处 汪海涛怎么可能想不到 殷鹏的真正目的 虽然汪海涛刚开始不太愿意 但是这个禽兽最后还是选择 把殷鹏的小号告诉黄叔 没错 那个尾号7461的号码就是殷鹏的小号 老拐并不清楚 殷鹏和黄叔的具体交流 只知道殷鹏说是让黄叔出来陪自己喝酒唱歌 事后会给黄叔一万块 2003年2月6日 老拐开着那辆套牌黑色奔驰 把黄叔接到殷鹏的仓库密室 这样的事情老拐做过很多次 大量女孩在这间密室被殷鹏猥亵折磨 事后还要被殷鹏拿着录像带威胁恐吓 殷鹏极其变态的性虐待习惯 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迷信 其次是吸毒 最后是受伤导致的性功能障碍 早年间有个所谓的大师告诉殷鹏 每次做生意之前如果找个处女 生意就会见红 等到发家以后 殷鹏对于这个骗子大师的话 更是深信不疑 大师说殷鹏可以请条蟒先 放在办公室供着 可保一辈子发达 殷鹏就立刻照做 办公室那条花蛇正是由此而来 回到剧情 黄叔在那间罪恶的密室 度过犹如地狱的五个日夜 2月11日 殷鹏安排老拐送黄叔回家 同样猪狗不如的老拐 竟然再次强奸黄叔 警方如今的技术已经可以检测 对比衡量DNA 结果证实 黄叔体外残留的精液 确实属于老拐 红队死死地盯着老拐 好像下一秒就要动手吧 眼前的畜生杀死 与此同时 身为警察的冯队 也在提醒自己 必须冷静 毕竟殷鹏还没有抓到 更重要的是 老拐的证词说明 殷鹏好像并没有杀死黄叔 那黄叔为什么会死 扼压颈部杀死黄叔的凶手 究竟是谁 审问继续 弘队询问老拐 送黄叔回家的细节 老拐记得 黄叔要求自己 把他放在医科大学门口 这条街到处都是 卖医疗器械的商铺 送走黄叔以后 鹰鹏和老拐当晚 就乘飞机去广州出差 至此大量细节 开始在冯队的脑海里 反复回想 黄叔明明拒绝过鹰鹏 后来为什么又要 答应鹰鹏的邀请 一颗大学医疗器械 秦李左耳佩戴的助听器 这些关键词 将会成为揭开真相的核心线索 特别强调 以下内容 有很多都是 冯队陆续想到的推测 爆炸事故发生以后 看着秦李遭受的痛苦不公 以及背叛 黄叔心如刀脚 因为秦李只有左耳 残存着微弱听力 所以黄叔特别想给秦李 买个助听器 但是助听器的价格 动辄就要八九千 黄叔的积蓄远远不够 他也没有亲近的家人 可以求助 所以后来面对鹰鹏的邀请 黄叔才会冒险 答应鹰鹏的要求 祈祷鹰鹏真的只是喝酒唱歌 然而现实远比黄叔的想象 可怕千万倍 黄叔甚至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直到五天后 黄叔终于离开魔窟 虽然已经万念俱灰 但是黄叔依然惦记着 给秦李买助听器 紧接着黄叔买的东西 还有一瓶农药 对于黄叔而言 舅舅汪海涛的家充满冰冷 能够让黄叔感到温暖的地方 只有砖头房 因为那里是独属于黄叔和秦 底的秘密天地 终于回到砖头房 黄叔给秦李带上助听器 秦李终于再次听到声音 可他随后听到的内容 却是黄叔的悲惨经历 黄叔本打算等秦李长大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完整地留给秦李 鹰鹏的虐待和猥亵 使得黄叔彻底崩溃 于是黄叔决定喝下农药自杀 刚刚遭遇爆炸事故 被兄弟背叛 近乎聋哑的秦李 同样是心灰意冷 秦李愿意陪着黄叔一起死 可是 命运总是会在这种时刻 突然开个玩笑 秦帝和黄叔不知道 那瓶农药其实是假农药 或者说是劣质农药 等待毒药发作的时间 远比他们预计的更加漫长 在此期间 黄叔突然想到 曾经无比珍惜的 学圣时代的记忆 冯雪 标设计过一个 象征有益的火炬徽章 这个徽章 只有黄叔 秦李王嫡 高磊以及冯雪娇之道 黄叔曾经说过 要把这个徽章纹在身上 临死之前 黄叔决定用刀片 亲手完成这件事 这就是尸体腹部 那个诡异伤痕的来源 令人感到唏嘘的是 劣质农药可能不足以致死 但是却让人生不如死 或许是黄叔 想要尽快脱离苦海 或许是秦帝不忍心看到黄叔 在最后时刻 依然如此痛苦 于是秦帝含泪 帮助黄叔先走一步 这就是黄叔死于 恶警窒息的真相 其实说是真相有些不准确 因为警方到最后也没有找到 秦李杀死黄叔的任何证据 除去劳拐提供的证词 黄叔的经历 很多都是冯队的推测 回到剧情 黄叔死后 秦李也开始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可就在这时 秦天恰好来到屋内 随即抱着中毒的弟弟秦李 飞速赶往最近的诊所 通过秦李得知大致的情况以后 考虑到最终杀死黄叔的人 毕竟是弟弟秦李 秦天不想让弟弟 再面对任何风波和磨难 于是秦天又返回砖头房 处理黄叔的尸体 秦天最初应该想安葬黄叔 比如埋在那个荒废的古园 然而面对意料之外的交警严查 酒驾的秦天被迫改变计划 决定暂时抛尸鬼楼再做打算 但是尸体很快就被人发现 慌乱的秦天也没有躲过调查 酒驾的交警 等到秦天离开交警搭队时 警方已经将秦天认定为 最重要的嫌疑人 因为想保护秦李 所以秦天决定背负罪名 独自逃离 在离开之前 秦天打算在那个荒废果园 一次性完成三件事 销毁运过黄叔尸体的面包车 驱走父亲秦大志 藏在果园的赃款 最重要的是 秦天很可能想要代替秦李 为黄叔报仇 妖怪告诉冯队 虽然警方当年怀疑过英鹏 但是打听到 警方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以后 英鹏本打算继续观察局势 然而就在这时 英鹏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掌握着英鹏 强奸虐待女孩的证据 要求英鹏带着50万现金私下交易 这个陌生男人显然就是秦天 秦天指定的交易地点 正是那个废弃果园 其实秦天没有所谓的证据 他就是想创造复仇的机会 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才是英鹏决定逃跑的直接原因 英鹏和老拐的计划是带着50万 提前埋伏在果园 看看对方的底细 与此同时警察小邓察觉到意外 于是便一路跟踪 而在发现跟踪的小邓以后 英鹏误以为小邓 就是打电话敲诈自己的黑警 考虑到小邓身份特殊目的不明 就算花钱也不一定能封口 于是决定跑路的英鹏 直接安排老拐除掉小邓 凶器被老拐扔到河里 这就是小邓被杀的全部真相 阴差阳错令人唏嘘 后来抵达果园的秦天 应该没发现小邓的尸体 也没有等到英鹏出现 于是秦天只能销毁面包车 挖出仓款后就迅速离开果园 后秦天打算把钱留给警理 结果却被警方发现 更悲剧的是 袭警局部的秦天被冯队击中 成为植物人 永远是去说出真相的 机会值得一提的是 警方针对两起案件的对比调查 同样有所突破 骗断义警方当年排除 情侣嫌疑的证据 主要是黄鼠死亡时 食物中毒的情侣 一直在诊所治疗 注意是食物中毒 不是农药中毒 直到如今 冯队终于发现 那间诊所的女医生 张霞凤 西施是秦天和秦里的大娘 人物关系如图所示 秦天和秦里的父亲 秦大志有个兄弟 叫做秦大刚 共同抢劫杀人的 兄弟俩都已经被枪毙 而张霞凤正是秦大刚的前妻 十年前 验及亲情的张霞凤 向警方提供伪证 从而导致警方排除情侣的嫌疑 两年前张霞凤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所以彭队的这些推测 其实已经无法证实 这次关于黄叔失踪伤痕 死亡抛尸 以及情侣不在场证明的疑点 片段二十年前 因为担心女儿害怕 又觉得冯雪娇和黄叔案 并没有直接联系 所以冯队没有让冯雪娇 看过黄叔案的绝密资料 包括那个火炬伤痕 十年后冯雪娇来到警区 看望附近 无意间看到 曾燕尸尸体腹部的伤痕 然后冯队才终于得知 这个火炬伤痕的来源 片段三通过对比伤痕细节反映 发现黄叔的伤痕是生前形成 而且是以从脚到头的方向刻画的 曾燕尸尸体的火炬伤痕 是死后形成 顺序则是从头到脚 通过劳拐得知黄叔的遭遇以后 警方意识到火炬伤痕 应该是自杀的黄叔自己刻的 曾燕的火炬伤痕 则是死后有人故意刻在尸体上 目的就是让警方回想起黄叔案经过 这些风波以后 秦李下定决心要亲手为黄叔复仇 警方当年始终找不到黄叔的手机 因为这个手机一直藏在秦李那里 2月13日 心里用黄叔的手机给英鹏打过电话 就是尾号7461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老拐记得对方没有说话 只是最后突然传出一声 仿佛狼嚎的嘶吼 听到老拐的描述 冯队立刻意识到那是秦李的声音 不管是愤怒还是冲动 秦李打着通电话的目的 就是确定仇人的存在 而在晴天被警方冤枉的时候 秦李应该也曾想过向警方说出真相 但是秦李没有证据 而且英鹏和老拐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于是秦李开始想尽办法调查英鹏 等待复仇时机 这一等就是十年 虽然英鹏已经逃到国外 但是从来没有逃出秦李的视线 因为迷信的英鹏 最惦记的不是老婆孩子 而是办公室供养的那条蛇 英鹏经常用QQ登陆一个养蛇论坛 与此同时 秦李已经破解英鹏公司的邮箱 并且关注着英鹏的QQ账号 最终成功在那个养蛇论坛里 找到英鹏的踪迹 紧接着 秦李筹备在线宠物店提供代养业务 成功取得英鹏的信任 十年以来 秦李为仇人养蛇 借助聊天的机会 时刻打探英鹏的行踪 十年以后 秦李终于等到重新回国的英鹏 并且立刻开始密切监视 英鹏藏身的地方叫做荷兰村 是一片人际罕至的烂尾别墅区 英鹏当年在荷兰村的项目里 赔过一大笔钱 最后只得到这种卖不出去的别墅 秦李一直藏在斜对面的废弃 别墅而且还暗中在英鹏的别墅里 安装针孔 摄像头 目的就是找到英鹏犯罪的证据 正所谓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这么多年过去 英鹏那些禽兽习惯依然没有改变 回国后没多久 英鹏就再次利用各种手段 把被害人曾燕骗骗到别墅里 然后又在信略带时 失手掐死曾燕 并且 将曾燕的尸体埋到别墅后方的荒地 与此同时 密切监视银鹏的井里 意外发现银鹏再次犯罪 复仇时机已到 紧接着井里随机应变 凭借超强的智商 仅用三个小时 就迅速策划完成二次抛尸的行动 首先请你实地调查 确定鬼楼附近大量监控的角度和位置 然后请你挖出曾燕的尸体 在腹部刻上关键的火炬伤痕 再利用独自在洗车店职业般的便利性 先后利用两辆车 按照特定的路线躲避监控 将曾燕的尸体转移到鬼楼 最后井底用变声器报警 引导警方发现尸体 从而让黄树案重新进入警方实现 警方肯定会调查鬼楼周围的监控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疑点 两辆车里的证据 已经被情敌洗得干干净净 面对曾燕的尸体 警方果然开始重新调查黄树案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鹰鹏和老拐 迅速成为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凭借冯队的指挥判断 当年包庇过鹰鹏的曹猛终于暴露 老拐很快就被警方抓获 查到鹰鹏只是时间问题 更何况警底还留下各种暗示 引导警方锁定鹰鹏藏匿的地点 然而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 唏嘘的鹰鹏再次查看埋尸地点 结果却发现曾燕的尸体竟然被人挖走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鹰鹏 立刻决定逃跑 密切监视的情侣只能被迫动手 挟持鹰鹏 与此同时 警方终于根据各种蛛丝马迹 赶到鹰鹏的别墅 只见情敌拿着鹰鹏的手枪 死死抵住鹰鹏的太阳穴 看着抵达现场的警察 情敌突然把一盘录像带扔给冯队 录像带里记录着鹰鹏性虐待时 赤手掐死曾燕的全过程 鹰鹏最后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这盘录像带就是决定性的证据 而在扔完录像带以后 情敌依然没有放开鹰鹏 双方僵持不下 直到冯队喊出那句情敌 黄叔是死在你手里的你必须负责 几乎同时情敌的枪稍稍放低 林彭突然撞开行李 又被警方死死地按在地上 与此同时 行李转身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 他终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寻找黄叔 此外刚刚提到过 警方并没有找到情敌杀害黄叔的证据 很多事情都只是推测 所以就算情敌被警方控制 应该也不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但是情敌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 因为那是情敌迟到十年的约定 情侣的自杀 意味着那些关于情侣的疑点 永远不会再有标准的答案 情侣安装的针孔摄像 有没有拍到鹰鹏杀僧宴的画面 那盘录像带到底是鹰鹏自己录制的 还是情侣通过针孔摄像录制的 初次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 都认为是行李录制的 然后开始思考 行李为什么没有直接把录像 交给警方而是大费周章的二次抛尸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左右互搏的工程 陆续梳理出两种可能性 而且都有相应的证据逻辑 且听我一一道来 先说第一种 鹰鹏杀害僧念的录像是秦李录的 因为这个证据非常关键 所以秦李只要把录像带交给警方 警方肯定能迅速确定鹰鹏的罪行 但是秦李的目的不只是杀死鹰鹏 心里还想要揭开当年的全部真相 证明哥哥晴天的清白 为黄叔以及那些曾被伤害 侵犯过的女孩报仇 让鹰鹏和老拐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 暴露在阳光之下 死得毫无尊严死得一臭万年 如果警方只查到鹰鹏杀害曾燕 没有查到鹰鹏伤害黄叔的过往罪行 那么吉敌的目的还是无法达成 所以请你需要警方注意到曾燕和黄叔的联系 然后发现鹰鹏的嫌疑 这就是请你二次抛尸的核心原因 朱立致死龚腾又想到一点 把录像交给警方和二次抛尸并不矛盾 两者可以同时进行 既然情敌短时间完成二次抛尸 主动报警又留下很多暗示 目的就是引导警方 尽快找到鹰鹏的踪迹 那么请你为什么不在二次抛尸以后 把录像带交给警方 仔细想想 那盘录像带足以证明鹰鹏是杀人犯 但是里面只有鹰鹏猥胁杀害 曾燕的证据 这些年警理一直在找黄叔被鹰鹏猥胁的录像带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 警理或许是担心警方拿到录像带以后 有可能会直接结案 黄叔的案件依然会继续尘封 所以秦迪有立刻将录像带交给警方 而是暗中观察局势 等到时机合适 再把录像带拿出来 紧接着秦迪意外发现鹰鹏要逃跑 不得不采取行动 更重要的是秦迪最后选择自杀 正是在听到冯队提起黄叔以后 秦迪黄叔是死在你手里的 你必须负责 这句话让秦迪意识到 冯队已经开始调查黄叔案 而且调查得很深入 甚至已经推测出 自己加速黄叔自杀的秘密往事 因为相信冯队会查出真相 所以秦迪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 其实以秦迪的智商暗杀鹰鹏并不难 不过就算秦迪再聪明 也不能预测未来 鹰鹏误杀增艳是随机事件 那么如果鹰鹏没有误杀增艳 秦迪又会进行怎样的复仇计划 这些谜团的答案只有秦迪自己清楚 援助最后鹏队也说 秦迪是无意中拍到鹰鹏 杀人抛尸的证据 又临时设计二次抛尸计划 再说第二种可能性 那盘录像带是鹰鹏自己录的 援助原文曾写到 秦迪偷车的监控录像 清晰地拍到鹰鹏将增艳带回别墅 监控显示当天晚上鹰鹏拖着编织带 拿着铁锹前往别墅后方的荒地 鹰鹏埋尸的全过程 被秦迪的监控拍到一半 但秦迪当时就知道鹰鹏杀人 因为他就坐在望远镜这边目睹到一切 因为秦迪并没有拍到鹰鹏 杀害曾燕的视频 同时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找到证据 所以他才会随机应变 引导警方去调查鹰鹏 毕竟警方的刑侦手段要多得多 比如警方可以通过DNA证据锁定鹰鹏的 罪行这种事情心里无法独立完成 与此同时 秦迪必须确定自己不能暴露 毕竟自己和警方都有可能找不到 鹰鹏的犯罪证据 只要自己不暴露 秦迪还能继续等待 一击毙命的复仇机会 后来秦迪意外发现鹰鹏要逃跑 不得不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挟持鹰鹏以后 秦迪在鹰鹏的别墅里 成功找到那盘录像带 紧接着面对抵达的警方 秦迪又把录像带交给鹏队 公鹏之所以会怀疑录像带不是秦迪 录的理由有三 原因一 原著原文 鹰鹏埋尸的全过程被秦迪的监控拍到一半 但秦迪当时就知道鹰鹏杀人 因为他就坐在望远镜这边目睹到一切 这句话说明 秦迪有可能是通过望远镜 看到鹰鹏杀人 但是没有拍到 如果鹰鹏杀死曾燕的地方 安装的有监控 那么秦迪应该会用监控看 确定监控已经拍到如此重要的证据 而不是用望远镜 那么这句话应该写成 因为他就坐在监控这边 目睹到一切 至于冯队说 秦迪是无意中拍到鹰鹏 杀人抛尸的证据 冯队提到的证据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秦迪拍到鹰鹏埋尸的一半过程 远鹰二增研的案件 发生于2013年 录像带已经比较少见 总感觉秦迪通过针孔摄像头 记录视频的载体 应该是右盘或者硬盘 而鹰鹏本来就有使用录像带的习惯 远鹰三 正是因为秦迪没有掌握直接证据 所以才迅速策划出 二次抛尸的计划 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引导警方的调查 镜头转向最后的收尾 剧情鹰鹏被捕以后 警方又在别墅里找到鹰鹏非法狙击 违线虐待大量女性受害者的录像带 可是里面并没有关于黄叔的录像带 而黄叔的录像带 甚至连鹰鹏都已经忘记藏在哪里 令人唏嘘的是 黄叔的录像带最后还是被警方找到 那些录像带就藏在鹰鹏养蛇的玻璃箱 加层里警底寻找十年的东西 到头来就在他的眼皮底下 警底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看到这些视频 过往的罪行鹰鹏都已经交代 现有的证据也足够判处鹰鹏死刑 于是冯队最终决定 将黄叔的录像带全部烧毁 值得一提的是 警方找到鹰鹏之前 冯雪娇和王迪来到秦里的住所 结果恰好遇到调查 秦里踪迹的警方 虽然冯队叮嘱过 如果发现女儿冯雪娇要找秦里 务必要把她拦住 但是特别担心秦里的冯雪娇 还是想尽办法跟着来到荷兰村的别墅 王迪和冯雪娇亲眼看到秦里完成复仇 走向死亡的人生终章 面对秦里的遭遇 王迪高磊冯雪娇的自责和挣扎 也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 比如在几年以后 王迪和冯雪娇已经结婚生子 高磊和王迪在同学会上再次见到李扬 当听到李扬调侃秦里的时候 王迪直接破口大骂准备动手 高磊则直接拿起水杯 狠狠地砸到李扬的头上 然后又按住李扬疯狂地攻击 高磊打李扬 其实也是在打身为胆小鬼的自己 我们看到这种水杯 我们死亡的水杯 我们脑那边 我们关系